原理是根據易經的話 易經已經五千多年 所以精準度會更快 而且打造五十七秒 就可以精準的了解一個人的 天賦潛能 五十七秒 對 出生年日給我就可以了 你等一下留下來找我 好 恭喜你一全 準備脫平了 來 七樓之五 提醒你從現在開始 任何的選擇 都不要再看你老婆了 OK 我知道你很仰仗他 但你要走出自己的道路來 好 好不好 好 從你的心 全民新宮殿 住戶請就位 歡迎光臨 財富大榜 非常好 各位尊貴的住戶 大家晚安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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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這一棟財富大樓的 官員會的新任主委 曾慕春 我相信大家今天不是很陌生 今天呢 今天呢 是很特別的家族成員的大考驗 家族成員的情感關係 是否強韌堅固 可以從面對逆境考驗的時候 檢測出來 今天社區的意志挑戰 有三大家族現在進行測試 當家族成員變成競爭對手的時候 親人也要名算帳 就現在 Rying down this moment 介紹今天的六位住戶 第一組 是公公跟媳婦兒的組合 羅北安 顏毅格 歡迎兩位 大家好 第二組 接下來是兩組夫妻的組合 棒球國手的夫妻長 林一璇 林佳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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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第三組是世界飛的 到處跑的夫妻長 萱萱 哈孝遠 歡迎兩位 今天呢 好多是第一次來的 尤其林一璇 對 很難得 我們當家國手啊 當家一壘手啊 謝謝 謝謝 一壘手要能劈腿啊 對不對 年輕的時候可以啊 不 不是 不是感情的劈腿 是在球場上 對 因為要接那個可能的 腳還不能離開一壘壘包啊 沒錯 對不對 對 我有看過劈腿下去接球的 有 有 有 整個劈腿 因為他真的船太偏了 對 對 對吧 對 那種三壘或游擊手 那種傳一壘亂傳 那是還很麻煩 大概是哪一位 有時候急著出手 有時候是急著出手 這個老婆 美麗老婆 很像聽說妳是碩士 對 不得了 學位相當的高 今天宣傳新書啊 對 那要不就從妳先來好了 好 來 我的書名是 就是不做星光也能成為一家人的太陽 這本書主要是在講女力 就是不管你是什麼身分的女生的角色 我們都鼓勵妳踏出妳自己的一步 然後妳就可以為自己發光發亮 女力時代 真的很強 我們就另外一個好戲要跟大家分享了 來 大家好 喂 李安 李安導演的電影《喜宴》 那也出啊 改編的 然後主創團隊是由百老會的編劇 導演 作曲 編曲 以及編舞 甚至我們的Vocal Coach 都會由百老會來 那結合了台灣 兩個百老會巨星 都是演 這個時候演《西城故事》 這個演阿拉丁 對 阿拉丁的女主角 所以這個音樂劇 別人也參與了 我有參與 然後 是中文還英文啊 英中文都有 有超過十位優秀的群眾演員 我們的有九部和聲 對 我們看到那個總體 九部和聲啊 九部和聲 對 我看到真的昏倒了 這我說什麼一定得看才行 對 苗可莉也參與了 有 有 可莉姐 對 太棒了 你們倆應該是夫妻吧 對 沒錯 因為我找不到誰可以跟你配了 也看這個呢 充滿了委屈 也充滿了強悍的女人 特質的演藝格 然後在裡面如何的 如何在裡面表演自己 最尷尬的地方 對不對 對 因為你有很多處境嘛 對 很大的 這戲非常非常期待 5月24到6月2號 在士林的台北表演藝術中心 大劇院 沒錯 希望這個喜宴這部音樂劇 收到大家喜愛 謝謝 好 今天親人名算帳 好 待會好好廝殺一下 來 當然 我們有豐富的大獎 值得你們為他好好拼搏一下 好 歡迎在公演會 最高層級的主任秘書 蔡上華 蔡主咪 介紹一下電動機大獎 好 各位尊貴的住戶 在這裡當中 我們要送給大家的禮物 包含了 電影機SPA雙人型 還有多摩式四季雙人博點 多功能氣炸烤箱 和觸控落地式烘玩機 以及智慧性保險箱 希望大家可以用你的智力 換取財力 智慧大風就是你 第一回合 1分30秒即將開始 15萬的智慧性幣 在24個信箱裡面 大部分都在1萬以下 我們先習慣一下 聽題 答題 搶 搶答的感覺 OK 蔡主密準備 請出題 美國大學研究發現 夫妻間常說 我愛妳 還是謝謝 有助於修補裂痕 請上答 先選 我覺得是謝謝 有助於修補裂痕 妳不喜歡說我愛妳 我愛妳就是情話 聽聽就是情話 但是謝謝是真的發自內心的 感謝妳 為了這個家 為了我們兩個關係的付出 有在感謝 所以說謝謝也可能 她也可能不走心的說 但是我愛妳 隨便誰都可以 愛妳喔 愛妳喔 我愛妳 謝謝我也可以講 謝謝 排詞是長這樣 看怎麼演而已 但是我覺得謝謝 給我感恩的感覺 認為是謝謝的舉手 好 中間這一組 林毅全 妳竟然認為是我愛妳 對 夫妻同心 給一個說法 因為我覺得 我愛妳這一句話 是真的很正面的能量 可以去讓老婆感受到說 我很喜歡妳 我很愛妳 謝謝這兩字反而覺得 對 因為就像一瓶水 妳常常跟她講我愛妳 我愛妳的時候 那一瓶水 真的會變得很甜 但是妳一直跟她說 我不愛妳 那一瓶水真的會讓妳喝起來 就是覺得不順 原來妳有在性感一種邪教是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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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常說好話 真的可以說 就妳們兩說我愛妳 對 答案如何 請介紹 恭喜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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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因為伴侶在一起久了之後 會把很多事情都當作是理所當然 然後彼此之間 如果還是能夠常常表達妳的謝意 跟感激之情 也會覺得讓對方 會願意為這個家庭做更多的付出 所以多說謝謝 是有助於修補妳的婚姻關係的 來 萱萱 首開記錄 請選舉 我選六樓之一 六樓之一 是不是帳單 準備開箱 還可以 三千元恭喜 謝謝 繼續請出下一題 多數語言爸媽的稱呼發音 都是有怕跟媽 是這樣的一個發音 是因為寶寶容易發的音 還是都是源於埃及古文 請選 羅北恩 比較容易發音 純 純音 是特別容易發的 媽 媽 對不對 對 請介紹 多好孩子 是研究語言的 你知道嗎 好 要跟大家說 其實這語言學家他們研究了 四百七十多種語言 結果發現大概都有近半數 稱呼媽媽都是那種 M開頭這樣的一個音 那如果稱呼爸爸 也有將近半數 都是P或是P這樣子發出來的聲音 所以經過了語言擴張 約定俗成之後 大部分我們聽到 就是通用在全世界的語言 幾乎爸爸跟媽媽的發音 都是挺類似的 恭喜羅北恩 請選擇你的智慧行李 五樓之四 五樓之四 準備開箱 好厲害耶 北恩這 是你第一次來全民興攻略嗎 第一次 還有節目做得夠久啊 要不然我們見不到面啊 好了 再出 下一題 風水專家提出 若床頭掛結婚照 還是正對窗戶 容易會有夫妻失和的問題產生 請教答 顏藝閣 正對窗戶 床頭在這兒啊 我剛剛是想說這樣子看到 這是事情常發生對不對 對啊 很多人會把結婚照 掛在床頭上面 你認為是這對窗戶是吧 對 應該是 請計較 對啊 我如果是覺得應該是 照片不可以掛上面 照片不能掛那邊 對啊 如果不小心掉下來 兩個在睡覺剛好砸中 那我一定掛我老公 沒事掛照片幹嘛 好 這其實我們常常在 那個新婚夫妻的房間 會看到這樣的一個擺設喔 就是會把結婚照洗出來 然後就放在床頭 但事實上 它看起來好像怪怪 有點像靈堂的布置 所以在風水來講 這是非常不好的喔 如果你是掛雙人的結婚照 這照片當中的 其中一個人的身體 會越來越虛弱 如果你是掛兩個人 其中一個人的單人照 就是那個人 他的身體就會開始出問題 那其實基本上 以科學的角度來看 也是真的是會比較擔心說 這個相框很大 掉下來雜中人 你總是會覺得心黃黃的 所以是比較不建議啦 你可以把它放在床尾 或者是床的側邊 都是好的解方 那如果這個房間裡頭有窗戶喔 窗戶的開窗位置呢 比較不建議是你的床尾呢 的後面看出去就是窗戶 雖然這樣view比較好 但你想喔 它在風水上來講 會覺得好像要把你這個人送出去 那如果呢 是用一般的那種舒適度來說的話 是早上很容易嘛 你的陽光就直射進來 會把你吵起來 所以呢 會建議大家 用比較加厚一點窗簾 然後呢 這個在晚上睡覺之前 把窗簾蓋起來 剛才說得對 照片下來會壓到人 對 壓到人之後 你的照片就跟著上去了 然後 後來就會掛真的啦 對 可怕 後來就會掛真的 真的就掛在上面 對 再出下一題 婆婆的才語搭雞 這一詞是出自於 對才女班招 還是李清照的尊稱 請上來 宣宣知道 我 我覺得是班招 我是覺得才女應該是李清照啦 因為我對班招不認識 但李清照 我覺得她的真的是文詞 文招非常的迷人 對 請介紹 是不是班招 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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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招是班揪的誰啊 班招 何許人也呢 她其實有兩個非常有名的哥哥 就是班固跟班招 他們是非常有名的史學家 那其實她自己也是一個大才女 像是在中國歷史上 我們會列四大才女 就李清照還有班招 以及卓文君 還有這個蔡文基 那班招她後來 嫁給了一位姓曹的人 所以她被稱之為是曹大家 那你想喔 這個大家就是稱呼 這個能力高有才學的女子 因為班招她有去參與到這個 汉書的編載嘛 所以她被大家認定 是非常厲害的一個女子 那因為她被稱之為大家 大家的台語就是大家 那如果我們要尊稱我們的婆婆 就是非常類似這樣的一個發音 就大家 來 請選擇 我選七樓之一 七樓之一 準備開箱囉 五千 五千 太少了吧 一千 人家北安 羅北安隨便選就八千八千 你忙個半天還四千 笑死了 我也想說就究竟 誠哥你一下就翻開了 就怎麼那麼少啊 我有跟妳講我腳扭到嗎 我跟妳講 我是可以走動的 OK 來 再出下一題 傳統的版豆跟流水溪 哪一種是屬於私人聚會的性質 請出答 別 羅北安 絆豆 當然是嘛 流水就講了流水了 怎麼可能還是私人呢 是公開了對不對 絆豆 請揭曉 當然是 好 絆豆呢 通常是主人邀約 客人入席 然後所以菜色會做得比較精緻 然後呢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吃一頓飯 那如果是請流水席 通常是有那種超級大的喜事 希望大家普天同情 不管你是誰 我都在這邊買流水席 大家都可以進來吃 一起來歡慶一下 北安哥 請選擇 更上一層樓 六樓之四 你打算買透天的對不對 準備開箱 我 賬單 他來了 恭喜抽到林毅全的賬單 買辦公桌椅 幹嘛用 上課用 你的棒球課需要 他上課喔 老婆要開課 開什麼樣的課 數字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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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是數字易經的講師 你看嗎 我說邪教沒錯吧 沒有 不是 我們是以易經的原理 但是用數字來呈現給大家 所以淺顯易懂 就好像什麼生命靈數一樣 對 類似 但是我們的原理是根據易經的話 易經已經五千多年 所以精準度會更快 而且打造五十七秒 就可以精準的了解一個人的天賦潛能 五十七秒就怎麼算出來 對 精準 真的 五十七秒怎麼算出來的 出生年日給我就可以了 你等一下留下來找我 好 他買了一個辦公桌椅啊 花了七千四百塊錢 誰抽到的 我 你啊 對啊 謝謝 還好購付 還好購付 還有四十八秒 請把握時間 請出下一題 如果出現了肌肉功能降低的情況 這可能是肌少症還是力弱症 請下它 扁 肌少症 請你介紹 好 其實現在肌少症 受到很多人的重視 那其實呢 這個肌少症 代表我們的肌肉量真的已經減少了 但它的前期 其實就要特別注意 叫做力弱症 那其實呢 力弱 肌少 失能 它是一個三部曲 所以一時不只是年長者 像是一般成年人呢 都得要特別的重視 像是我們的一般人呢 可能會有一些啊 在做瓶蓋啊 轉不開啊 或是毛巾擬不乾啊 走路也走不快 就會覺得肌少比較沒有力 那除了可能會進展到肌少症之外呢 對我們的健康也會產生一些危害 甚至會增加骨折的風險 那此外呢 相較於肌少症的患者 其實力弱症也會有比較高的 體脂肪率 也會有比較高的代謝症候群 這些風險以及跌倒的風險 都要特別小心 這個力弱症在女生身上 算是很多是選擇性的力弱症 哪有啊 對 還就是 哪有啊 女生 你有沒有 哪一個男生沒有試過 女生跟你講說 老公 我扭不開 幫我開 然後但是比如說 兒子啊什麼的 在罵兒子的時候 就一邊罵 你為什麼結構更不行 就打開了 一定是這個 誰沒有看過這種狀況 你是希望趁機抱怨什麼嗎 沒有... 她是四大才女 我跟你講 不是 我剛剛就想說 哈少羽你現在是力弱還是肌少啊 我在看你的那個程度 我現在只是單純的 高體脂肪率可以嗎 請出現你 來判斷 請下答 哈少羽最好知道 來 我已經講到了 我覺得應該是座位數 座位數 我覺得是座位數 你怎麼猜的 就是因為百老會 你建造年 它不可能說剛好哪一年 全部都是百老會的那個劇院 那座位數應該 它就會有一個標準 比方說你座位數 應該要有多大 有多少個座位數 比如說2500人以上 對 就像比如說 多少座位才可以 這可以稱為巨蛋 多少一下就變成小巨蛋 我覺得大概是這個 這個想法吧 請介紹 好 要跟大家說 其實百老會 它是在這個 紐約的一個南北巷大道上 在這個地方 非常鄰近了時代廣場 那這個地方也是劇院雲集 可是你知道嗎 其實要稱之為百老會劇院 跟它的座位數有關 至少要有500個座位 才能夠稱為百老會 那如果在500個座位以下呢 稱之為外百老會 那如果它更小 在100個座位以下的話 就稱之為外外百老會 等於就實驗劇場了吧 外外 對 就實驗劇場 來 浩教員請選擇 我要五樓之六 五樓之六 好 準備看一下 三千六百元 過題 還有33秒 再次介紹 飛機的窗戶為 橢圓形的主音 是為了要讓壓力均勻分散 還是外觀設計美學 簽個嗎 旋旋 空浮員 就是空浮員 妳猜錯就尷尬了 來 飛機的窗戶是橢圓形 是為了要讓壓力均勻分散 對 沒有懸念 就是這樣 好 你知道嗎 在一開始 飛機的機窗 它其實是方形的機窗 那那時候在1954年 也因為這樣的一個設計 所以導致到了高空 它的這個壓力差的關係 就造成這個機窗的窗戶破裂 然後整個飛機解體 所以他們後來做了一個改良 就把機窗改成橢圓形 讓它可以設立平均 請選擇 我選七樓之四 七樓之四 這北安哥家的透天力 對 買在他家樓上 準備開箱 一萬四千元 發達了 有二十六秒 請出場地 貓咪不洗澡有沒有體味的原因 和愛乾淨 還是狩獵本能有關 請教 哈校園 狩獵本能 貓咪耶 牠沒有體味不是愛乾淨的 不是等於嗎 不是吧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應該是狩獵的本能 比如說 牠要把自己身上的那個體味 把它舔乾淨這樣 比如牠在偷偷要 要 比如說牠要偷偷偷 偷襲 要埋伏的時候 一些羚羊的時候 人家才不會聞到牠的味道 請介紹 貓咪呢 牠是潛伏型的狩獵者 所以呢 基本上 牠一定要盡量地 隱藏自己的氣味 因此牠平常呢 是不太會有體味的 同時呢 其實貓咪的汗線 也比較主要呢 是集中在牠的這個 腳的肉墊上 所以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有時候貓咪走過去啊 會有那種濕濕的小腳印 就是牠們流汗的痕跡 而且牠的汗當中的蛋白質 含量其實是比狗狗還要再少很多 所以氣味也不會這麼的明顯 請選擇 那我就買在我老婆樓上 八樓之一 對 水塔邊 對 開箱囉 對 一碗一碗一碗 這兩個神雕俠侶 你們這個 講神雕俠侶還不太對 對啊 死雄大盜啊 那個 林佳佳 是 跟我們一起玩好不好 有 我懷疑我壞掉了 還有20秒 可能還有可能 可能還有兩題 請注定 請問MBA LOGO 紅白藍的顏色設計 釋放美國大聯盟 還是象徵自由代表色 請去答 這題關你什麼事啊 什麼事 怎麼辦啊 你說話 你不知道你搶答幹嘛 我想說先搶先贏 紅白藍的顏色 應該代表是 象徵自由的顏色 這個答案就太普通了 緊接腳 這就太簡單 太普通了 MBA它的這個LOGO的樣子 其實當初它的設計師 Alan是參考了 美國這個大聯盟的標誌 那那個時候 美國大聯盟 他們的標誌的這個顏色 又是參考了美國的國旗 所以它稍微做了一些改變 而且當時上 我們會在當中看到 有一個人在運球的樣子 事實上是從網路上面 以憲利韋斯的運球姿勢 來作為一個藍本 但是他們又沒有 公開的承認過 到底這一個圖案 到底是誰 還有十二秒 最後一題 請助理 最早出現的越南河粉 它是牛肉還是雞肉口味 請搶答 恭喜我們還有下一題 林毅全搶答我 來 牛肉 因為現在的越南河粉 牛肉占大多數 幾乎全部都是牛 所以如果說最早的話 我就會猜雞肉 我不會猜牛肉 可是就不叫做最早 對啊 我也是 你知道我意思嗎 請揭曉 還好耶 還好耶 真的 還好耶 就是一開始的越南河粉 他們是不吃牛的 他們牛是拿來耕地用的 所以大部分裡頭的肉是豬肉 或是魚類 比較禽類之類的東西 但是後來因為法國人 知名了越南 他們愛吃牛排 愛吃牛肉 所以越南人為了這樣一個 龐大的商機 他們就開始把這個牛耕田了 然後還把它做成料理 才有了牛肉河粉 那牛肉河粉 之前是豬肉河粉 或海鮮河粉 才有了牛肉河粉 再之後才有雞肉河粉 恭喜林一拳 準備脫平了 來 我選到了 七樓之舞 提醒你從現在開始 任何的選擇 都不要再看你老婆了 好 OK 我知道你很仰仗她 帶人家走出自己的道路來 好 好不好 四樓之舞 好 準備開箱 還可以 六千元 最後一題 請出題 德國鄉村有一個古老的習俗 是新婚夫妻要共同巨數還是重數 來實驗彼此是否合適 請先拿 開張了 來 別答錯了 佳佳 林佳佳同學 重數 我要猜會猜拒拒拒拒拒 因為要一起 這哪 拒拒 好 堅持 堅持好 剛才那個不是大家也是 對不對 牛肉河粉 力排綜藝答對了 對不對 很難講 我會猜拒拒拒拒 好 這知名的心理學家 阿德勒他曾經告訴大家 在德國鄉村有一個 非常特別的習俗 就是他們要即將 步入婚姻的新人 為了要測試 他們有沒有辦法 擁結同心 而且齊心協力 所以會給他們巨子 一起共同去巨數 因為巨數 他其實是非常在乎節奏 而且施力的位置 要兩個人共同去努力 才有辦法完成的事 他其實是有一點困難的 那其實這也像是婚姻一樣 兩個人是隊友 必須要攜手努力一輩子 第一回合結束 報告一下大家得分的情況 羅編一千四百元 我們待會加油 林一全六千元 林佳佳 重新開始 重新開始 萱萱一萬八千元 哈孝遠一萬四千六百元 哇 這一隊 哇 師兄大道 你們兩位鼓勵鼓勵 暫時領先恭喜 謝謝 歡迎六位三組的住戶 來到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你們的賬單全部拿走了 沒有賬單了 這二十四個信箱 來到了二十萬的智慧信幣 意味著裡面 大部分都超過一萬 所以剛剛這個領先 其實都不叫領先 還沒開張的 也沒什麼好難過的 一下就一萬八 一下就兩萬多 哇 準備 準備 菜主秘請出題 畢譽Jasper的名字 是源自於斯拉嶼當中 翠綠的石頭 還是有斑點的石頭 請搶答 萱萱為什麼都搶得到 這是我啊 大家都在按的 為什麼就妳怪了 來說 我覺得Jasper是有斑點的石頭 妳覺得叫Jasper人 就是有瑕疵的人 還玩皮喔 玩皮 可愛 請揭曉 好 其實Jasper在夏拉嶼當中 代表著有斑點的石頭 在這個石頭當中 它可能有米色 綠色 紅色 等不同的斑點 代表著它有非常豐富的內涵物 所以它是一種寶石 從古時候就就是這樣子一個 來做認定 我要選擇 五樓之寺 五樓之寺 準備開箱 我 鄰居幫幫忙 幫幫忙 有兩份住戶通知 妳要收金還是收銀 收金還是收銀 收就好 不要瘦 OK 我收金好了 妳抽到了住戶通知室 呦 管委會關心大家 關節及肌力的健康 提供日常保健食品 一人一合 一筆喜白晶蛋白 好 我們要送給大家 這個是白晶蛋白 嚴選世界級乳清大廠生產的 頂級乳清蛋白 它採用了全球獨家萃取製成 它除了有優質的蛋白質之外 還保留了乳鐵蛋白 免疫球蛋白 跟PS腦菱子等等 有三十一種的珍貴營養 還額外添加了 豪吸收的海藻鈣 以及原骨醋萃取 可以幫助中熟靈一次 顧好妳的肌力 保護力跟思緒力 希望妳們喜歡這份獎品 OK 繼續加油 來 請出這裡 竹中自有顏如玉 這個顏如玉 是象徵著美麗的女人 還是有智慧的人 請出來了 兩個同時案 林毅全跟羅北安兩個請猜拳 剪刀 石頭 不 教授 不 教授 不 來 林毅全請答 有智慧的女人 看書當然希望聰明喔 我幹嘛希望漂亮 對 什麼書能夠愈看愈漂亮 教我 好快的反應喔 好聰明喔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 我給你機會 好 那個叫 心靈之美 對 好不好 清潔笑 好 我們都知道 書中自有千宗宿 書中自有黃金巫 書中自有顏如玉 叫顏如玉啊 它其實呢 是出自於詩巾 就是說呢 非常美好容顏角好 如同美玉一般美麗的女子 請出下一題 謝謝 空姐的脖子上 大多都會有絲巾 這是為了要預防被壞人襲擊 還是要幫助調節乘客的心情 請唱啊 為什麼她都搶得到呢 師傅 怎麼那麼快啊 一樣這樣按 都她按到耶 你們跟我一起玩嘛 你們都跟我玩 有 怪了 來 回答 我 我是空姐 妳答錯就好笑了 我跟你講 我脖子上也有絲巾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是幫助調節乘客心情 請介紹 好 因為機箱屬於秘密空間嘛 所以難免在坐飛機久了之後呢 就會覺得心情比較壓抑 那如果看到空姐呢 在這個有細一個吸巾 在脖子上的話呢 一來美觀 一來可以幫助儀態 那同時呢 也可以讓這個乘客呢 感覺賞心悅目 也可以更加的放鬆 同時 一旦有緊急狀況出現的時候 其實這個絲巾也可以拿來 直寫啊 或當臨時口罩啊 有非常多的用途 孫菁姐 請選擇 我選八樓之四 準備開箱 不多 啊 OK OK 比大部分的一萬以上的話 就算普通少 還有一分零四秒 大家加油 來 出起來 想要維持激勵 建議要多攝取蛋白質 還是膠原蛋白 請下答 又是萱萱 又等我 大家的按絕對都在 都很快 就是奇怪 來 我覺得要維持激勵 應該要多攝取蛋白質 蛋白質 請下腳 你很棒耶 你很棒耶 好 有很多人的營養攝取 是比較不均衡的 就會容易體力不佳 所以呢 其實身體活動力的來源 就在於我們肌肉的力量 蛋白質的攝取是最為重要的 那蛋白質呢 是支持我們的身體 去增加肌肉的一個很重要的原料 所以要建議大家 一定要多攝取優質的蛋白 因為它是跨出維持肌力 跟活力的第一步 同時呢 根據台灣營養健康變遷 調查的資料有分析到 蛋白質攝取量呢 應該要是每天 要你的這個體重的 每公斤的這個體重 去乘以1.2克 那它才可以幫我們 降低疾病的風險 所以每人每日的蛋白質的 攝取量呢 至少要有10到20% 而膠原蛋白呢 是幫助調節關節潤滑 或是緩衝能力的時候 所必須的 所以你覺得其選擇 那我選七樓之虎 他一個人獨走啊 這是很麻煩 開箱 你在吧 還五七秒 請主席 吃棒規定 打擊手球棒的材質 為木頭的主因 是因為可以較可控制球的落點 還是丟出去較不易傷人 請下答 來 請答 直接答 OK 我覺得是丟出去 比較不容易傷人 林毅全 你知道木棒的原因是什麼嗎 我覺得也是丟出去 比較不容易傷到人 OK 是喔 因為你說可以控制球的話 這個 都可以 鋁棒 鋁棒都可以 對 比較不會傷到人 請揭曉 林毅全 答案什麼 這個我不知道耶 好 因為鋁棒呢 是一個比較精準 那但同時呢 使用木棒的話 他也比較可以控制你這個球道的位置 因此呢 職業的選手 多半會使用木棒 來 再準備 再出現在 為了解決硬幣過剩的問題 香港當局鼓勵 可以回收製程鋼筋 還是轉換成鈔票 請進來 哈孝遠 我應該是轉換成鈔票 請揭曉 好 你知道嗎 其實香港的金管會 他們在2014年的時候呢 就推出了要回收硬幣這樣的一個計畫 就回收回7.6億枚的硬幣耶 那當然呢 就是希望說 就是不要在這個市面上 有這麼多的舊硬幣啦 所以大家拿硬幣來回收的時候呢 就可以給他紙鈔 讓他也比較方便來使用 那當然呢 這個收集的硬幣也可以再回流到市面上 去滿足大家市民的需求 七樓之四 七樓之四 準備開箱 怎樣 這麼少啊 六千六百 你們都算多少 我們有大部分都在一萬以上 真的大部分 我還想說小的都已經到右邊了 右邊應該還... 應該會比較大 還這麼小 三十九秒加油 請出下一題 貓咪又對自己的主人踩踏 表示他很愛你 還是他很討厭你 請挑答 不是 我... 來 請說話 來 我覺得貓咪踩踩應該是 他很討厭你 踩踏就是討厭的意思 對 請揭曉 貓咪呢他會用前腳踏你喔 其實這個行為呢 是他非常依戀你的一種表現 因為呢 他在用貓時期啊 如果想要喝媽媽的奶的時候呢 他也會用他的前腳去踩踏媽媽的乳房 然後藉此呢 來表達他想要喝奶 想要親密的這樣的一個慾望 所以呢 當他用腳踏踏你的時候呢 就代表著他是很愛你的 加油了 再出下一題 韓國的情侶裝文化 可以追溯當時的明星夫妻傳達 還是海外旅遊政策推動 請請搶答 好 高雄圓 恭喜 應該是明星夫妻穿搭 哪一對情侶呢 我不知道哪一對情侶 但是我就覺得說韓國 因為他的那個 他對於比如說偶像啊 他的這些製程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所以大家都會很 就是毛起來模仿 會 會隨之仿笑 喜歡 喜歡模仿 請 請一下 這其實是在1990年代中期 那個時候呢 他們的平民總統就推動了 可以多去海外旅遊 那有很多的這個平民夫妻啊 他們到海外旅遊的時候 度蜜月啊 或做什麼之類的啊 然後就會想要穿情侶裝 來表達一種愛意 所以當時呢 就有趨勢的新聞說 這個是雙胞胎時尚 穿得非常的類似 然後呢 去表現這個愛情的一種展現 好 還有人沒開張 加油 22秒 應該還有三題 壓力很大喔 快的話 請出下一題 運動員如果想要保養身體 泡溫泉的時候 可以冷熱交替 還是在賽前多泡溫泉 請看他 這算運氣好 來 請說話 運動員想要保養身體 我覺得應該是冷熱交替 來 請介紹 冷熱交替是泡溫泉的 其實不只是運動員 大家好像似乎 如果沒有心臟的問題 都應該這樣泡 好 這是一個再灌流原理喔 因為呢 當我們去泡溫泉的時候啊 我們的肌肉就會放鬆 血液就會進去 那肌肉也就會拉長 那如果你再去泡冷水 這個時候會收縮 但是呢 你再泡回熱水呢 就會讓它再灌流 所以對於運動員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輸壓方式 但是在賽前兩三天 就比較不適合去泡溫泉 否則在比賽的當下 就比較難肌肉去發力囉 來 謝謝 繼續 我要選八樓之二 開箱囉 靈機幫幫忙 幫幫忙 住戶通知 要收金還收贏 我這次收贏好了 這次收贏 收贏 妳想要加強隔音 支付了一萬元的工程費 以及每戶一千元的紅包 請各位鄰居多擔擔 對 謝謝 多擔擔 多擔擔 所以恭喜每戶脫平 太久了 歷史性的一刻 真的耶 沒有 其實大家一起玩沒關係 很好 開張了 Oh my God 還有十四秒 請出 下定 非常增加孩子的學習力 營養師建議 可以讓孩子多吃秋刀魚 還是鮪魚 請下答 北安 秋刀魚 當然嘛 請揭曉 秋刀魚 DHA非常地高 好 我們可以多讓孩子吃 這個鮭魚 鯨魚 秋刀魚 因為它的DHA豐富 所以它可以攝取到很多 優質的Omega 3 但是也要提醒 比較不適合讓孩子吃的魚類 包含了 鯊魚 鰭魚 鮪魚 鮪魚 油脂比較多 而且是深海的魚類 因為比較擔心會受到重金屬的 這個污染影響喔 來 北安 繼續 第二樓十二 請開箱 我錯 一萬九千 我真的買了一萬千 厲害了 他從頭到尾就打兩題 就兩萬一 拿了個半天 對啊 我弄半天 看到沒有 這凸顯了什麼 你知道嗎 同工不同酬 我們社會就是這樣 最後一題 請主題 酒肉情侶的特徵 包含了對彼此不熟悉 還是有強烈肉欲的需求 請看 萱萱搶到你答對的話 她晉升了 妳就被犧牲掉了 來 答錯就沒了 說話 我覺得 酒肉情侶就是對彼此不熟悉 請揭曉 她答對 她只要選到五千以下 她只要選到五千以下 還是你贏 她如果選到六千以上 就算 那就 表示我們今天有來過就好 有來過 有開心就好 你算曾經 你離勝利是紮那一步 沒有 我今天要求是不要是零 我就開心了 萱萱 我想要 你選到六千以上就贏 好 這裡面有好笑的喔 小心喔 好緊張喔 什麼叫好笑的 就無法反應物價的這種 少到一個可憐的那種 少到可憐 好好選 好緊張 我們壓力那麼大 那我選 六樓之一 六千以上妳 好 準備開箱 一萬兩千元 好 遺珠之翰出來了 高票落選 恭喜 這一對夫妻神雕俠侶可厲害了 什麼 第二回合結束 兩萬八的萱萱 跟兩萬兩千兩百元的哈孝遠 兩位進入到冠軍爭奪賽 好 你們倆厲害了 從頭領先到尾啊 好緊張啊 十八個信箱有二十五萬智慧新幣 所以一萬四是一個 可以選擇他去留的門檻 OK 準備 妳先目前領先 好 璇璇 先打後打 我後打 漂亮 準備見招拆招對吧 對 哈孝遠準備 好好把握妳自己的三十秒 請助理 孤單用底草來當比交孩子 寫字的是歐陽修 還是歐陽馴的媽媽 歐陽馴 請揭曉 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你們都知道嗎 不知道啊 它好像是課本耶 你們都 這是課文耶 北安老師 你知道 對 我們四十八年次 好像都有被教過這些 我還想說歐陽修 大家比較聽過的 就選個歐陽馴好了 孫萱今天可能會贏得很簡單 來 準備 贏得很輕鬆 我會輕敵 請祝家裡 結案其眉原指妻子對丈夫 還是丈夫對妻子敬愛的表現 丈夫對妻子的敬愛表現 請揭曉 妻子對丈夫 達利全再轉移 請助理 傳統越南人是在早餐 還是晚餐吃河粉 請揭曉 請選擇 好 好 好好選喔 七樓之六 七樓之六 準備開箱囉 普通 一萬一 保留還是放棄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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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快就保留 保留 對 入障 入障 倒領先 五千 宣宣繼續 好的 請助理 海南雞飯的三醬 包含了班蘭醬還是辣椒醬 辣椒醬 請揭曉 漂亮 請選擇 我要選 我要選 七樓之四 目前你落後 五千多 這不多耶 一萬二 一萬二 保留還是放棄 保留 也保留 保留 好 路上 你們各剩一次 各剩一次 你們只能保留兩次 OK 答地圈轉移 哈教練準備 謝謝助理 Page在婚禮上是指男花童 還是女花童 女花童 請揭曉 答地圈轉移 宣宣 請 助理 擦板球 Bank shot Bank shot 請揭曉 猜得好耶 謝謝 妳這選到大了 妳就厲害了 來 寫一選擇 我要選八樓之二 只剩下一次保留獎金的機會囉 好 運氣都不太好耶 一萬 我覺得 保留 就把握現在 路上 現在就完了對不對 他領先妳一萬七 一萬八 妳要一萬八以上就贏了 妳十二秒快的話有兩題 要快了 OK 請出哈教練的這一題 知名導演李安的父親三部曲系列電影 第三部是飲食男女還是喜宴 飲食男女 飲食男女請揭曉 漂亮 聰明 請選擇 七樓之一 七樓之一 妳差他一萬 妳拿個一萬 差多少 一萬七 一萬七 其實一萬七就贏了耶 對 一萬七 一萬三 不能要 不能要 沒辦法 仰賴下一題 好 他現在還是領先 OK 最後一題請出題 台灣放手 源於日本的文化 包含 球員向裁判敬禮 還是互相握手的事情 向裁判敬禮 請揭曉 我覺得逆轉勝 讓宣宣知道 誰是家的一家之主 來 一回家就跟我說謝謝 我要六樓之三 超過一萬七就贏了 好 要一萬七喔 六樓之三 一萬兩千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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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萬整整的頂在那邊 恭喜萱萱 獲得 最後的勝利 謝謝 好 送給萱萱什麼好禮物啊 好 要送給妳的禮物呢 是 好 送給萱萱 來 今天有宣傳的兩個 一個好戲 一本好書 好書先介紹好了 好 那我這本書叫 不做星光也能成為一家人的太陽 非常好 有一本好書之外 好戲要介紹一下 來 會是個非常好看 好聽 非常精采 然後會讓你哭 讓你笑的音樂劇 這邊要來一小段聽聽看 對不對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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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音樂能夠洗迪人心的原因 對 謝謝 謝謝 知識就是財富 請努力增加你的智慧 累積你的財富籌碼 打開金庫的制服閉碼 記得週一到週五 每天晚上九點 就在全民喜功旅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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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賽事帶你一起找知識 用你的智慧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請進來 快點來的ね 快點來的ね